好 大家好 这一视频我们讲一下最强头皮外汇EA代挂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我注意到有一些资金量比较大一点的朋友呢 他可能会对外汇EA代挂的资金安全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 那首先资金是在你自己的外汇账户上面没有人可以转得走啊 那如果我们是拿你的账户去乱刷单的话 那估计我们是代理商都没得做啊 那我这边如果你的本金是超过一万美金的 可以直接找我们拿这个外汇EA的实盘的账号和密码 那你可以自己登录在自己的一个电脑上面 查看我们的每一笔的历史的一个交易记录 那这样的话你应该就知道我们的外汇EA是非常有实力的啊 那如果是本金低于一万美金的 那我们会在帮你代挂好之后 我们会在邮件上面和你核对每一笔单子开单的一个点位的一个明细 那确保是一模一样的 那之后基本上就不用管了 还有一个是这款最强头皮的收益率的问题啊 那这款EA的年化收益率大概是保守一点讲的话 是在80%啊 然后最大回撤大约是在20%左右的样子 那外汇EA呢其实都是讲年化收益率的啊 因为经常就是可能一个月都赚不上钱 或者一个月都是盈亏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他真正赚钱的时候往往就是那几个月的时间啊 收益率一下子就上去了 所以我们的佣金结算是一个季度结算一次啊 如果一个季度都是亏损的 那我们会返还你当前季度的所有的佣金 相当于我们也是一分钱都不赚的 所以说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挂EA 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不是说你天天去守着它 天天去看它的一个月化的一个收益率是多少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应该是坚持不了几天的 比如说最强头皮这几天都是亏损的 那如果你是在亏损的时候没有挂住它 那如果当它盈利的时候 你也赚不到它的收益啊 其实这几天我观察网上的很多的EA都是亏损的 那可能是这段时间的行情不按套路出牌啊 那还是那句话挂EA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那这些视频就先讲到这里